你有辦法,除了WE之外,我們的政策有辦法把台灣整個地下經濟的問題,然後納入管理,輸而不漏嗎?不可能嗎? 那為什麼WE的這個事件,你卻陷入它的邏輯呢? Benz汽車的水貨,BMW汽車的水貨,LV的水貨,甚至於Christian Deal,是不是? 都有水貨啊,Chanel也有水貨啊,我們有辦法,我們的政府有辦法立刻的對台灣整個水貨的這種地下經濟的問題一一予以處理嗎? 你有辦法在海關裡面創造出這種邏輯說,我帶LV的皮包兩件以下不課稅,兩件以上要課稅嗎? 那不是全部都癱瘓了我們的海關嗎? 財政部怎麼會落入這個陷阱,然後開啟了這一個民國六十年代台灣海關的作為呢? 這是民國六十年代,台灣還沒有開放,還沒有開放外匯,還沒有開放觀光時候,我們很熟悉的作為耶,我們這老人家知道的作為耶,這個政府這樣是失靈的。 你沒有辦法管理NCC,你沒有辦法在這種時候利用輿論來對NCC施壓。 你沒有辦法讓人民知道NCC這一次的事件,又再度充分的證明一個違憲機關違反政府一體的行為而擾民。 然後把責任就往我們身上擔,我覺得太可惜了,這是第一點,提供你作為政府的發言人。 你不只是政府的發言人,你因為要發言,你站在第一線,你第一時間就要回答所有政府有關的問題, 你還必須是政府的內部行政院院長最核心的幕僚,而且是跨部會政策協調的推動者。 趕快,趕快去找到一個最適當的處理模式出來,好不好? 謝謝,我們會跟財政部跟NCC很快樂。 第二個,我最不喜歡看到的,就是區域的搶食政策大餅的,縣市之間的區域戰爭啦。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剛剛兩位嘉義選出來的立委,現在又在看國家電影文化中心的南部分院, 又說不可以放在高雄,要重新選職,不斷不斷上演這樣的戲嘛。 那我就特別留意局長怎麼答詢。 局長,我不滿意您的答詢啦。 我給局長一個建議,國家,對於國家的重要的建設,或者是對於國家新的建設要擺放在哪裡? 不要把它當作是選舉支票,也不要把它當作是雨露均沾,一定要把它當作國家平衡發展的產業佈局的概念下去分配,下去佈局。 而且要看歷史,要看每一個縣市,它現有的人文,人力資源的背景,看它的自然環境的背景,以及看這個縣市在該建設長期努力的歷史。 報委員,我可不可以簡單說明一下,國家電影化中心一南一北,那個是之前就確定的一個方案。 沒有之前就確定,那是我在兩個會期以前,強力質詢的時候,才跑出一個南部分院。 其實原規法案就有,那我也把資料告訴我。 不要在這裡強詞多理,當它放在新莊的時候,我們是整個丟起來啦。 報委員,我剛剛回答他說,選址機制,我指的是,像最近委員也了解,公廣集團要設南部營運中心,他們到南部七縣市去做過這個勘察。 那就是華氏南遷,華氏南遷,你知道的,你知道的,在何美越,在何美越行政院,何美越政務委員,蔡英文副院長,還有我三個人在一起,我們開過的一次會裡面, 對於佈局一種新媒體產業的發展,它包括電影產業,它包括數位內容遊戲產業,它包括華氏南遷,它包括國家電影文化中心, 它包括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院,作為nonbook system,nonbook library system,作為飛書,而作為影印圖書館。 這五大重要的建設,我們共同形成一個共識,就是應該要把它當作五個配套,整合以後變成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新媒體產業的佈局,來思考它應該要如何被配置。 結果呢,整個決策的過程走走走,走到有一天突然,你華氏南遷又跑去全部各縣市分別重新選址,然後現在國家電影文化中心的南部分院,可能又要變成各縣市重新選址。 局長,台灣的發展,北部已經變成一個內部,非常完整的區域中心。 中部,藉由中部的科學園區的發展,以及過去長期以來以台中市為中心,周邊各鄉鎮市為衛星的一個區域,也已經形成,一個區域的生活圈,一個區域的產業鏈也已經形成。 現在還沒有形成的就是南部,可是如果我們的政策讓南部各縣市兄弟系強,每個縣市都被原子化,而沒有一個戰略的觀念,也就是我要讓南部在後高鐵的時代,藉由政府重大的政策佈局跟產業佈局,讓南部各縣市,南部七縣市,也可以形成一個產業鏈的生活圈。 區域中心,一個區域生活圈,跟一個產業鏈,跟一個區域產業鏈。一個區域產業鏈,一個區域生活圈,就是需要分工。 它就是會有中心跟衛星的相互的分工以後,共融而來。共同追求繁榮。希望你們的選址要有這種國家發展的戰略觀,好不好? 好,這個其實這個概念其實我們蠻一致的。其實在那個經建會的規劃報告裡面,也是把南部的區域經濟的核心,主要還是以高雄市為核心。 那高雄市為核心不代表其他縣市被放棄。而是大家共同的來形成一個南部的中心。這個投資其實都會考慮到這些點。 所以啊,所以當南科在發展的時候,當電信中心到高雄縣的時候,高雄市都樂觀其成。 因為我們非常的知道,當捷運在蓋的時候,我們就嚴格的一定要去促成捷運延伸到屏東,延伸到高雄縣。 因為那個觀念就是什麼?就是一個區域的核心嘛。就是南北,南北雙核心的區域生活圈跟區域產業鏈的形成嘛。 沒錯,這個觀念一致。 是,我希望,我希望帶著這個觀念去處理,你已經走回頭路,而且已經讓他失控的什麼,重新選址,你知道嗎? 沒有,就是因為重新選址,就是因為重新選址,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已經死掉了啦。你們重新選址了四次,已經死掉了啦。 好,謝謝委員指教。 好,謝謝管委員啊。